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抢劫党政策 害命盲也是 耐其得下台 耐其得下台 六年多以來 將近七年以來 我們一直去控訴說 南鐵東移案是為了土地開發利益 來進行這個東移 因為本來民國八十四年到九十六年之間 政府鐵工局自己就設計了完完全全不需要東移 徵收土地面積非常非常少的 台南鐵路地下化案 但是為什麼九十六年的時候呢 各個部門他們一天到晚在開會 然後呢 為什麼最後變成這個南鐵東移案 我們看了非常非常多的公文 裡面呢 這些政府機關 包含台南市政府 鐵工局以及經濟人會 他們都在討論一件事情 叫做土地開發利益 那我們也找到這個相關的資料 去質問賴清德 賴清德說 喔 這個案子完完全全沒有土地開發利益 你們查到資料呢 那叫做經濟利益 是因為鐵路地下化完成了之後 改善了交通 都市縫合 所謂創造的這種無形的利益 完完全全沒有土地利益 好 那我們最近呢 整理了新的證據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解釋 這整個區域 除了這個地方呢 是要做交通建設的之外 其他的區域 全部都是要進行開發 那火車軌道在這個地方 那你如果仔細看一下 這些土地面的內容啊 這是住商區 然後呢 這是旅館 OK 然後這個是什麼 那個商業辦公大樓 OK 然後呢 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開放空間 那個接駁廣場 開放空間 所以呢 這三塊呢 是沒有辦法開發的 他是拿 所以呢 基本上面就是 鐵道的西側拿來開發 鐵道的東側呢 就是廣場 OK 那他開發的模式呢 很有趣喔 他並不 因為 一般工程的人 你看到這個圖 可能會產生一個疑問 你如果要 極大化我們國家的 土地開發利益 那麼呢 你可以弄 共購的方法 其實共購方法 在台北這邊 很多捷運站 我們都看得到嘛 所以你如果弄 共購的方法的話呢 鐵路上面 你也可以開發 他們不要弄共購方法 那我們猜 他之所以 不要弄共購方法 是等一下 我們回看另外一張圖 他不能弄共購方法 是因為他要把 非常多的土地 完全釋出 來進行BOT 完完全全交給財團去開發 這個是 如果沒有南鐵東移的話 它的 地形會變成這個樣 你可以看到 整個鐵路呢 就落在這個 中間這個 站區區塊的正中間 所以呢 它的兩側的寬度 只是 只會剩下40公尺 那你可能會告訴我說 40公尺 也可以蓋很高的大樓啊 所以看起來 土地利益也沒有 因此而 減損啊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呢 是一個工程圖 這個地方呢 就是地下化軌道的位置 那旁邊這個地方是連續壁 那為了保證 這個地下軌道跟連續壁的安全 所以呢 在軌道的兩側 都有限進鑑 你不能隨便蓋 不然的話 那個軌道可能就 就壞掉了 我看他了 有危險 那它的限制的範圍是怎麼樣子呢 這個地方因為 所以在火車站區的地下軌 它的總寬度是38.92公尺 將近40公尺 所以呢 根據這個圖呢 它就往兩側延伸 OK 在第一管制區裡面呢 是38.92的一半 大概是20公尺 然後呢 還有第二管制區呢 這樣子算過來 是差不多40公尺 所以也就是說 大家看懂了嗎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鐵路沒有東移的話 那麼呢 它想要開發的區域 全部都會落到這個 進線建管制區裡面 所以因此會大幅度的影響它的土地開發力 這個安市宅的這個地方呢 它的做法是 南鐵東移案 事實上都還沒有成安之前 它就用都市更新的方法 很好笑 那個地方荒煙漫漫 它用都市更新 然後呢 從台湯那邊取得土地了之後呢 弄建架 市價的三分之一呢 賣給富力建設 得標價僅比 比標價高1% 省準啊 然後呢 富力建設因此而 空 憑空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憑空就獲得9億多的獲利 除此之外 現在正在進行的是 南鐵東移案的東區北區 目前為止 土地徵收根本就還沒有啟動 土地徵收案還沒有啟動喔 現在 富力建設就發純任信函 台灣市政府就發公文 逼著我們去登記富力建設的那些老百姓 當初他們是NO 買保險的方法去登記的 逼著他們現在就要去交屋 就要去貸款 然後呢 又使他們簽下所謂的同意書 藍色的部分呢 就是南鐵東移案之後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 他是一個品質型的大樓 過世的真心婦人 他住在這個地方 那但是因為這是一個整個建築物 所以呢 一個品質型的大樓 去了兩小時之後 他這個建築物是會有危險的 所以呢他也面臨了 可能要被破千的一個狀況 這張圖呢 事實上還有其他十六張 才能夠拼湊起一個八點多公里的 南鐵東移案 它的徵收的範圍 那你可以看這個圖上面密密麻麻的 都是房子 對他們這一些進行規劃的人而言呢 那只不過是一條線而已 但是呢 對於我們這真正的老百姓而言呢 每一個小格子就是一個家 每一個小格子裡面住的都是人 對於我們來說